为皇位手足相残者 自古有之 玄武门前 李世民射杀大哥李建成 雍正即位 迫害参与夺敌的弟兄 今天不了中国历史 咱们说说朝鲜历史上的一段不为人知的风云往事 一位朝鲜国王即位后 杀凶徒弟 背弃曾有康福之恩的大明朝 最终落得被废 幽静而死的下场 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前两天 也不是发生在东南亚 而在发生在距今四百多年前 也就是中国的明末清初这段时间 话说当时在位的朝鲜国王名叫李延 他在位期间 日本官白丰陈秀吉调动军队 入侵朝鲜半岛 李氏朝鲜已经到了王国的边缘 李延为安定人心 在逃亡过程中 策立次子光海军李徽为世子 问题就出在光海军的身上了 他本是次子 还是数子 是没有资格成为世子的 但李延的正宫皇后一直不生育 而且长子林海军李金 林海军的同母兄声名狼藉 不学无术 相反光海军则品情端正 聪明好学 颇得人心 虽然如此 但李延是有私心的 他想策立自己的爱子信成郡立许 人陈窝乱改变了一切 在战争中 长子林海军李金被俘 赐子光海军召集流散的军队和义兵 深得人心 于是在慌乱中 李延只得策立光海军李徽为世子 并全设国事 在这场战争中 李徽表现得非常出色 威望大增 但在战争结束后 这对父子的关系却异常紧张 朝廷中行为两派 而且明朝也拒绝承认光海军的赤子之位 之后李延迎娶新的王后 竟然诞下嫡子 这更加剧了光海军的危机 1608年 李延并重 光海军前去问安 竟被喝斥道 何以称赤子问安耶 汝泽全封 更无来此 就是光海军如履薄冰之时 李延一命呼污 光海军随即即位 成为朝鲜国王 即位之后 他就开始对那些威胁自己皇位的人 进行报复 首先 急著告发其掌兄林海军去养此事 图谋不轨的罪名 将其流放 之后勒死 之后光海军又将自己的小弟弟 也就是父亲唯一的嫡子永昌大军里 流放将滑倒 由当地守将处死 总之 光海军将威胁他皇位的人 几乎全部杀死 处理完国内事务外 光海军又开始周全于后金 明朝之间 因对明朝迟迟不测封自己 他怀恨在心 光海军多次拒绝明朝的请求 不肯发兵相助 对于后金 他采取机密缓获的方针 与之进行国书交往 总之 用一句话总结 光海军在后金 明朝之间 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 不过早期的经历 已经让光海军患上严重的 的身心问题 性情大变 韩国学者认为他已经患上 严重的有焦虑症 抑郁症 强迫症 西斯底里症 光海军的身心问题 给了政敌机会 1623年 光海军的侄子 凌阳军李宗 联合朝臣重臣 发动兵变 以救火为名 率军杀入宫中 将光海军废除 并宣瞎双眼 之后流放江华岛 济州岛等地 1641年 光海军病死在济州岛上 为这场王位之争 彻底划上句号 这场王位之争 这个王位之争 最后 凌阳 封